去比賽的時候做了一個簡報 這個比賽叫做破台青少年高峰潤台 然後現在已經辦到像是第三屆了 然後他第一屆的時候只有七個學校參加 然後第二屆的時候就向全國公開這個比賽的訊息 然後也就很勾隊參加 然後今年就也是很勾隊我參加 然後是我們要先寫出一份企劃書之後 然後經過初選出了全國的前14場 然後再進行兩天一夜的比賽 然後也會有很多工作 就是我們有很多工作方的學者會來跟我們研討 然後這是我們比賽當天發表的照片 這是前三年六五的合照 然後在參加這個過程中 我們真的學習到了很多試探 就是我們開始會系統性的去思考 如何寫出一份企劃書 然後如何找出問題之後再做出改善 然後也得到很多貴人的相助 然後我們最後還去了沖枕考察 對 接下來我們就來進行就是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企劃書的妹 就是我們那時候是想說 我們發現大家都過得非常不健康 都不喜歡運動 包括這幾個 然後我們還去找了一些資料 就是大家幾乎都是坐著上網或是看電視 然後肥胖的行業主要都是必須要久做多萬十了 然後其實我們政府每年都有做運動習慣比例的調查 然後大家都說就是有八成民動說自己有運動 可是其實運動時間都還是不夠的 對 所以說我們就歸納出了一個新的方法 希望可以提升大家的健康 就是所謂的三大健康方程師 我要強調它是方程師因為它有一個等號 對 好 然後首先是第一 健康方程師第一 就是每日運動30分鐘加每週三次加每次行跳130次以上 就可以達到出地進程代謝效果 那它的功效有消耗所有的熱量 可以避免肥胖 延長壽命 然後保健康 然後另外一個比較重要就是飲食健康的部分 所以就是控制熱量就當攝取各種養分等於健康的飲食 首先就是加強營養標示 我們只有去找一些政府機關 然後它就有一個建議一個格式 就是營養標示的話最好在旁邊都會 就是大家買包裝的時候旁邊都會 最好會有標示說你堅持喔 因為這個熱量已經佔你今天的幾%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夾一夾 然後你就可以自己夾一夾 然後就喔我今天爆表了 然後可以解釋這樣 所以 像 對對對 再來是推動健康飲食標章 我們那時候 有一個美術很強的同學 就設計了一個酷酷的標章 它在綠色是因為 它要符合國外 現在國外有在推行一種飲食紅綠的 就是 紅色的話就是 盡量好好吃 然後紅色可以吃 可是不要太難吃 然後綠色就是 多吃比較好 對身體很健康 可是都很難吃 然後 然後上面有一個天餅的感覺 我也看不出來 可是他們堅持有一個天餅 在這裡 然後就是 要均衡飲食 然後 對 然後那些標章就是 主要是貼在那些綠燈食品上面 就是 跟大家說 我來吃我很健康 這樣 然後這樣它有先導到正確的飲食概念 所以就是 還有學校課級 營養午餐供應商的觀念 就是 一些官方可能比較需要想要 制定的一些法律 這樣 就 對 好 最後就是 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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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它一下 然後第三個就是 就是 飲食金字塔 然後上油糖也要吃最少 所以 很多人的飲食習慣期都出問題 包包我 然後 接著就是 結合第四 及第二次 相加重 可以達到第三次 就是 一個好的新的代謝 就是運動習慣 加上你 健康飲食習慣 你就可以過一個非常 開心 然後有活力的人生 然後 我們還 推導出了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希望能夠藉由現在的 健康科技行動 就是結合APP 現在其實 實際上都有很多幫你計算底層數 或是熱量的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結合 我們等一下後面會提到的路線 就是 那個APP會告訴你說 你現在往哪邊跑 然後可以看到什麼景點 然後附近有什麼可以讓你休息 然後盥洗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跑步糾察隊 就是我們希望可以讓大家可以彼此交流說 我們在跑步的時候 遇到一些路線規劃 不管上是市政府施政 公共設施有缺設的地方 就是可以讓大家 能夠因為這個平台啊 得到資訊 然後一直收回 就是希望我們在沿線多一點 健康補給的 就是鼓勵附近的餐廳 提供外洗及毛巾運動飲料 好 然後這是台東市政府 已經開始做熱量標示示範隊加的 對 然後這是他們做的熱量標示 可是好像沒幾家電貼 就是效果 效果還是有限 好接著是我們 當時規劃出了幾條 台東市市的市民運動路線 好 你知道這邊有一些路線 我們那時候規劃 時間有點短 所以你就先帶給我一下 這是環狀預言道 就是以前日治時代的時候 他們之前 日本人他們就想說 我要在市中心外面 畫一個預言道 就是大家可以運動 然後不要讓飛行 那些跑出去 所以現在台中 還保留大部分 我們想把它串連起來 然後 就以後可以讓市民知道說 喔這區很好跑 然後還可以去 家裡休息的地方 然後其他的路線 就看一看就好 這已經市政中心 然後 中城區就是我們這附近 因為有很多古蹟 所以想要結合古蹟 然後就讓你唱我 在古蹟中 對 然後這是河潘 因為他 原本就是很多 蛮跑者就很推薦的路線 他在投便西航邊 十九檢那邊 然後這是清水沿海 因為他跟我們沖繩 等一下我講到沖繩 他其實也是沿海地區 然後他以前這個路線 這個路線也辦過一些路跑那些 所以也是比較好跑的地方 然後 然後 廣台機構 就我們那時候有去一些機構做訪問 然後這是我們的紀錄 就是我們去石子煥 問他們辦石飛路跑的經驗 對 然後結果就是要花很多錢 然後 我們還去了台東市衛生局 然後發現 對 他們 他們很好 他們很好 只是 他們現在推薦的這些 其實效果都還是 都還是有限 然後 之後我們是去 大學導教授討用我們的計畫出來 可以提醒 然後 然後 接著就是 我們比賽完 我們的第一名 然後就拿到 9萬塊的獎金 可以祝福地產 然後 我們就飛到 飛飛飛飛 飛到沖繩去了 然後 我們為什麼選沖繩 是因為沖繩其實跟台灣 其實他 他的公圖名情就很像 然後那邊的人看起來 跟台灣人其實一樣 只是 然後 然後 對 那邊很多會講中文的人 然後 對 其實他跟日本本來比較遠 就是 有一個我們學校 有一個沖繩來的交換學生 然後他就說 他跟東京比較不熟 就是他們那邊 其實跟台灣還比較熟 因為到東京的路程 跟台灣真的差還多 就是東京比較遠 然後 所以我們第一天是 北到那把 那把還是這裡 然後我們 第一天晚上 就北上直接到 上面去 北邊 因為他北邊有一個海神廣 然後公區沒住宿 所以 接下來比較像 遊記的部分 那 好 下飛機了 然後 因為我們很開心 我們剛才也沒有找到公車 然後我們就用 我們都會講日文 然後就 跑過去就 發死發死 然後就一直他說 Noran 就是要到北邊嗎 他一直指那個 我們要去海神館 然後有一次就 然後就 聽不懂 然後就 然後就等一下 然後就 最後終於找到是很開心 剛剛那張是很開心 然後只發死的相片 然後我們就到北部了 好 所以我們在 北邊就是 宣揚國威嗎 不是 就是我們 就很開心 然後 當天我們看到他們 觀光業跟他們 海洋生態保育 其實做的蠻好 這是他們的 最大的水族箱 水族 鋼水 水族館 就是他 裡面養了三隻很大很大的金沙 然後他是全亞洲最大的水族館 然後 好 這是一些 對 快樂的玩水照片 然後 對 然後我們在水族館 我們看到就是 他其實很成功 觀光業 觀光業跟 他們當地的生態保育 就是 結合起來 讓大家知道說 就是 嗯 好 讓大家知道說 就是其實生態保育很重要 這樣 然後 對 相片相片 然後我們到了一個 產 他類似產業就是賣鳳梨 因為他們其實 當地有產業在水果 可是我們看到其實 他們這一塊做的 好 這裡做的有點不好 就是他全部都在推銷鳳梨 差別這樣 好 那我們之後就到南邊 然後我們快速 終於結尾 好 南邊 好 好 我把他講 就是我們在那邊看到一些大眾運輸工具 就是 他們那邊的交通運輸網 不是網 我看的是交通運輸條 就是他們只有一條 他們這一條單軌 然後其他就是巴士或者徒步 或者洗腳踏車 所以我們之後就是 比較多像徒步 然後再來是 再來是 騎腳踏車 然後我們從腳踏車 我們騎蠻遠的 大概13公里 沒有沒有像那個 也沒有多想 可是蠻累的這樣 然後到手里程 就是他們當地的古蹟 我們希望可以跟 總區這些古蹟 也看到整個觀光業結合 然後他們當地的人行道 都很快 這是人行道 然後他們有時候還會進 進車 就是進車型 之間這樣 然後 所以 最後你的交通 就是計畫 永遠改不上變化 可是就是在發生 那些變化之後 我們去改善 然後反而才 體驗到這個 旅行的美好 最後就是放眼去做 勇敢追夢 就是我們八個 我們九個人 然後沒有人會講日文 然後是高中生 然後就這樣請假 跑出去自助旅行四天 才是不要冒險一件事情 而且我們只準備了兩天的行李 就是其實努力去追夢蠻重要的 好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大家 好 五分鐘的QA時間 我很隨身 en week 都沒負 Vijay 吃 entendeu 我要